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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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砍死過人 出去都不知道怎麼面對人 那個特輯真的很有意義 你也想公眾消除對精神病徑誤解 我和高納仁姐朋友的關係 另外我也不認為高醫生會對你有興趣 我這次回來 就是看看究竟有什麼男人 令媽媽那麼刻骨銘心 對不起… 你又遲到等了你一個多小時 打球久了,記得床 你的腦袋有什麼構造的? 經常都不記得 還是你根本就不重視我? 人家負責記憶的是腦部 所以記性不好就不等於我不重視你 問題是因為我的腦獵業就… 你經常用腦來做藉口 我今天打球 進了十球穿針用左手 我是為了你才練左手 因為這樣才能多訓練右腦 右腦就是負責人類的情感表達 這樣我才能更加浪漫 讓我用左手牽著你的手 待會用左手吃大行人壺 大行人,你吃自己吧 士山,你的行人壺 謝謝 十幾年沒光顧,一樣這麼好生意 對,家族生意 如果我不是要收舖 你也可以來慢慢坐 不要緊,不要生意 好,再見 謝謝 看看你怎麼用左手吃 是聰明的 你很早晚,我幫你一會兒用左手 大姐,下班了 大姐,你足足坐了七天 你…你的朋友不會來的 你死心走吧 什麼?他會來的,我不會走的 他遲到而已,他一定會來的 我不走… 小姐,你走吧,明天再來吧 是呀,走吧 什麼?小姐,你不要妨礙我 你走開… 阿Sir,有碟可董聯 快點 走,不要妨礙我,小姐 小姐,你不要妨礙我 小姐,我等人而已 我等高立人 我真的在等他,他遲到而已 奇帥醫生,今年是不是1986年? 現在是2013年 我知道,你哥哥跟我說是2013年 但是沒可能 我約高立人在糖水煲等 那為什麼我睡醒後 我變成這樣? 還有,我突然有個女兒二十歲 我爸爸媽媽又死了 那我的二十多年來 我做過什麼? 不會的 我一定找到高立人 我登了報紙的 真的,我知道他會來的 醫生,你幫幫我 我身邊所有人我都不懂的 你幫幫我 你放心,我一定會幫你 不如這樣吧 你說多點關於你和他的事 別玩了,你肯說了沒有? 陳人啟示上的號碼 其實是糖水煲的電話號碼 你知不知道我想過學校宿舍 甚至他家裡 就是忘了這裡 我們經常拍拖去吃糖水 有時候叫他們外賣去拿 我,我回頭也記得這個號碼 我還記得我死了遲到 大潔生他一定會等我 他就是等到現在 為什麼你會說謊 說潔生他死了? 因為我很討厭你 我要你內疚 我 那他嫁給那個壞人 也是騙我的 媽媽他很幸福的,爸爸也很疼他 我們一家都很開心、很齊整 那我安心一點 但是爸爸三年前過世了 後來媽媽又遇上了車禍 以至老婆受損 很多事都忘了 你意思是說 他忘了美國的事 是嗎? 是啊,他忘了有個女兒 忘了有個老公 他只記得你 於是他就從美國飛回來找我 我媽媽怎麼樣?她現在還好 根據美國的病歷顯示 她確實患了疫行性失憶 她的記憶停留了二十多年前 但是現在的醫學水平 就是沒辦法幫她扶福記憶 她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認知行為治療 讓她可以接受現實,過正常的生活 沒用的,媽媽她根本完全不肯接受 我知道,她很執著 她腦裡只剩下跟高納人的回憶 但是有一件事,她好像有緊緊於懷 如果我們可以幫她完成心願 另外放下一些東西 或者她會肯接受治療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事? 那你別說 高醫生,只有你可以幫到我媽媽 我只是想說你而已 說吧 對了,你說出來,或許我們可以幫到你 當年媽媽約得你這麼急 其實是想跟你結婚私奔 你也說放紫妖 遲到還不得知做什麼都不帶 這本人路的結構 我想你一定會有興趣看的 看看吧 看看,揭兩葉吧 嫁給我吧 好嗎? 結心最終都拒絕了 她家教很嚴重 父母反對她讀書、拍拖 更何況結婚 你是不是賀爾蒙過多? 求婚也敢死? 你真的只是戒女王 年輕人血利方剛是這樣的 當然了 你年輕也挺沒腦子的 談談如何幫結心更好,好嗎? 好,和她結婚 你瘋了嗎? 那當然不行 但是現在你是唯一可以 信任和依賴的人 你要和她重新聯繫 我怕她會當我二十多年前的高納人 她對我感情沒變 但是我現在已經是一個 我快要免費的叔叔了 但是你首先要得到她的信任 才可以和她做認知治療 讓她知道現在是2013年 也讓她認識自己的病 知道這二十多年來發生什麼事 那即使她接受了 但是依然愛我,那怎麼辦? 我真的不想給結心一個假的希望 那她現在不僅是病人 她更加是你初戀情人 其實想治好結心 還有其他方法,對不對? 你應該很清楚 這是最好的方法 不用說了,我已經結婚了 我不想再和其他女人有任何瓜葛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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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強,現在我們正式拘捕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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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剛才很危險嗎? 你在想什麼?發什麼夢? 對不起,剛才我一時… 我們工作的時候要保持高度集中 尤其是拉賊的時候 你會隨時懶命的 阿頭,算了 對了,我們也沒事 下次未必這麼幸運 你不是撞太不舒服的跟我說 你可以拿假 我不要你死定 對不起,阿頭,我下次一定會小心 是真的嗎? 臉部不用你死了 炮長,你幫他搞定 是,Sir 好嗎 對不起 是 剛才我是有點兇死 但是公司要分離 其實我真的做得不對 我活該罵 大哥超死對你打機率很大 最近你又經常失眠,精神不好 所以我決定了 好了,我幫你拿了七天假 你是時候應該要去逛山打球 但是我… 別客氣了,這個假一定要放 我是說,但是我一個人怎麼打球 所以我也拿了假陪你 但是明天你一定要見蓮智森醫生 我跟高立雲說過了 蓮醫生對睡覺很有研究 跟他聊天,他會幫到你的 無疑問 那些夢弄得我很緊張 紮醒的時候全身的肌肉都崩得很緊 你說說你惡夢的內容 我經常夢見自己在孤兒院的時候 跟大哥超他們玩得很開心 但是突然之間 會剩下我自己一個人 在一個很黑的環境裡 我一直跑…我很害怕… 你還有沒有夢見其他古怪的事嗎 我經常夢見自己 拿著一個蘇比超人公仔 不停跑 那個公仔我沒見過 直至上次的營業 那個公仔我收拾了回來 你的意思是說 你夢見過素未謀面的蘇比公仔 而他在現實中是真實存在的 這個公仔很貴的 所以我肯定沒有人送過給我 你內心有沒有恐懼? 自從大哥超這件事之後 其實我都放下了 我跟頭髮做得不錯 我沒什麼恐懼 我想我要開始跟你一起找點東西 找什麼? 你恐懼的來源 要把 impossible變成 impossible 就一定要容易快打慢 一分鐘時間之內 我告訴你 人家見慣戴在上面 你怎麼會這樣? 膽大, 心細嘛, 臉皮厚 我並不是草窄男, 我會生的 我怕你出師不理 你那臭小子就跟我算 你好… 這邊 難怪我打電話之後 他也不回覆了 他是學人做雞肢模人? 其實是我叫Jackson約你出來的 我對你有感覺, 我想追你 請坐 你想追我? 但是我只不過見過你一次而已 你為什麼對我有好感呢? 你活潑、爽朗、獨立 有品味、有見地, 又夠牙尖咀咪 對, 最重要的是我是精神科的 你就是心理學的 其實我們倆是完美的 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 那就是說 是因為我仰良身材正 你剛才說的 有見地、有品味, 全都是廢話 不…你別誤會 我明白非成物妖的 但我這次約你出來 我不是一時衝動的 其實我不相信這個世界 是有一件鍾情 我肯定你是只不過一時衝動 沒錯, 有時我是很開朗 但開朗不代表開放 其實我們倆可以做朋友 有時出去喝東西是沒問題的 但我不想跟你玩這個感情遊戲 其實我對你沒這麼說 你還沒叫我喝 我…我不是很熱的 對不起, 我不妨礙你 我再不再說 我再不再說 原來你在這裡 就算你阿Kent沒有標 你用不著這麼欺負? 真相就是這麼難聽的 但是男人根本就是恩性而愛的動物 阿Kent不是, 牠是百分百正人君子 那晚送你回家也沒有成人之危 姐妹, 你也別這麼天真 牠可以裝模作樣 到底?你是什麼人? 牠貪我樣子, 身材正 就算這樣, 這種都是債美 男人就是這麼膚淺 記者, 阿Kent 你也一樣 如果Scarlett是河馬鼻 軟腸嘴, 三百磅 牠心得多好, 你也不會喜歡牠 因為你還是貪牠樣子漂亮, 身材好 看你不出門 以為你被他添加得很厲害, 放不下 我還擔心你孤獨中路沒有人照顧 好吧, 現在終於爭上大白了 你的兒子很適合 你的兒子很厲害, 真可憐 你別瘋了 你好? 是 好, 馬上來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你照顧, 還認到自己嗎? 你還要拍遠, 大庭講中老婆 老婆, 你知道他的醜詞怎麼寫嗎? 你醒醒吧, 離婚有什麼大不了? 這次我跟你說, 我不會再拖了 周先生 他自負自協都是因為你 他弄龍弄傷癮, 他自己拿來的 他弄成這樣, 你是有責任的 我不會叫他弄龍拔卷拿跑 就是因為你貪心忘狗 此亂中氣, 就是因為你外面搞三搞四 周先生, 他在演到, 想不扮起床 是客人, 冷靜, 請專業 你知道嗎? 這裡不是診所 我現在要用女性的心態罵你 你敢說你沒有第三者 你敢說你不是跟模特兒Katy在一起 你敢說你不是貪她身材好, 皮膚僅脂 你胡說 周太太, 這個男人品味低劣 你不需要為她傷心 最好就找一個好律師去搞手續 跟她分身家 好, 你最好替我勸碰她 周先生 我現在在生活搞成這樣 以後一字都不知道怎麼過 剛才什麼事這麼生氣? 弄得好像被人拋棄的那個是你 我有罵錯她嗎? 周先生的確是有第三者 我覺得有點怪 男女間的關係你早就見慣見熟 沒理由這麼容易穿光燈子 也被火燒光了 是不是這宗Katy 拋住你那顆的? 你就當我是傻子 女人如衣服 殘舊的你們當然是想出去的 有什麼這麼奇怪? 不過是人之常情 我只不過是為女性悲哀 周先生 他真是真心 旁邊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第三者? 你看看, 周先生 他就是有新衣服 但他不是貪身本貪潮款 他是找件對身的 你罵錯人了 周先生, 我要正式向你道歉 上次我真的太衝動 但是你我們三者 你一定要向周太坦白說 但我們離婚是不關他事的 是我和你價值觀有大分歧 我不知道怎麼維繫 你為了我而整容 我的心已經很難過了 於是就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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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說你自己這麼偉大 說到底, 你是不是貪美女? 周太太, 其實我跟你也看錯了 周先生所謂的第三者 是一個很平庸的女孩子 你其實比她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 周先生是真心愛這個女人 其實一段感情不能繼續走下去 有很多原因 我想知道 周太太, 你整容之前 你有沒有坐下來和周先生談過 你有沒有了解一下她的想法 又或者她的感覺 因為整容是可以改變外表 但是你太依賴 反而會變成適得其反 我跟你真的不合 但我為了你 我已經失去我自己了 周太太, 你不需要理會什麼社會上的審美標準 跳命在你自己手上 標準是自己決定 我一定會幫你找你自己出來的 我也會支持你的 對的, 標準應該由自己去定 所以我幾乎都覺得我自己的朋友 是這麼有型有型 至少他們再見逆小朋友 還是多虧你 其實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大病 結果弄得骨瘦如柴, 皮膚很差 你男朋友就馬上找一個金燒貓不要你 難怪你這麼瘦 我記得方飛那時候 你還有一些寶寶法 你聰明 我全地球人都知道我高智能 之後你就一口咬定 天下間你是沒有好男人的 就是拒絕和別人發展 你我是情專家 能依不自依, 不能當 什麼都沒你猜中了 還要害人家 老實說, Ken是個好男人 想想的 Jay, 你好 第一次被人打傷之後 男人做條件反射, 喪失自信 是否自我保護機制 嚴重疾病患上輕度揚毀 沒想到你能夠冒出頭來 行了, Jay是我出來的 其實我打了電話給Ken 跟他解釋過 我認同的, 一見忠誠不可教 所以我們會由互相了解開始 泰叔, 當年你精神病化 弱成三死五傷 你怎麼看自己的行為呢 當年我因為工作壓力大 而患上精神病 這個病亦令我情緒失控 那你覺得自己沒有錯? 我有錯 但是我也不想釀成這個… 但是死者家屬對你很冤幸 你怎麼會心中病 就知道我沒辦法為奇 我唯一的願望, 就是想敗祭死者 是,你沒那麼拒絕 那你怎麼求他們原諒呢? 他們現在沒有了一個親人 對不起…不可以繼續拍下去 正在進入正題的醫生,什麼事? 我是太叔的主診醫生 我認為他現在的精神情況 絕對不可以繼續下去 現在不是你說不拍就說不拍的 拖慢了進度,是不是你什麼? 是,我會親自跟院章解釋 泰叔,今天做完了 我和你回去休息 做事不是這麼做的,Sunny 你阻止發洩 外界就以為我們醫院是沒有溝通 那麼做事草率嗎? 但是當時的情況很危急 我觀察到太叔的情緒開始轉變 無寒呼吸急速,我怕他受不了 這是正常的反應 是在我估計之中的 真情流露 這樣這條片發出來才有效果 我們怎麼可以本無導致 亡顧病的精神情況? 那些問題真的太尖銳了 太叔仙剛剛康復,我不想他復化了 如果這麼容易復化的話 那就是當初你的診斷出了問題 無論如何,我們都有責任保護病人 你再做事是畏首畏味的話 你永遠只是一個駛車邊的M.O. 那不如我們延遲這個行程 讓太叔的精神性… 無論你認不認同也好 這條片我會繼續拍下去 這個特輯是三十週年慶祝活動的頭炮 我出去了 坐在哪裡?要深一點這幾天 對不起,我明天Rae落上辦公室 那些年初戀應該令人回味 但偏偏帶來無限的傷痛 真是聞者傷心 聽者,流淚 心病最新弱 可惜偏偏如負心粉皮 說早就好 高醫生,一會兒 不怕坐就坐下 行了,不妨礙你聊天 我知道,出來走遇了要還 就趕直吧 是,我知道很遺難 但我不是想搞事 我想搞清楚那個行程而已 對了,幫幫忙,謝謝 好…謝謝… 高醫生 神神秘秘的,不然又不歡迎我吧 不是 請坐,高醫生 請坐,高醫生 不好意思 有沒有搞錯?這樣隨時會出事 我明白 那你幫我看著他,拜託… 好說,到底是什麼事? 端端也不是私事, 是吧? 是電視特輯那件事 我留意到趙興達的情緒已經很不穩定 但是老總堅持要去馬 今天還要探望死自己的家屬 為什麼你不阻止他? 我說過了, 高醫生 但是我這些是蝦皮疙瘩 你馬上去現場, 我去找Henry 說得很溫暖, 不知道又來幹什麼 你怎麼回事, 多怕你拿刀砍人 怎麼樣?再找找 找不到 你在那邊 泰叔呢? 剛才一上來, 街坊你一句我一句 說泰叔是殺人狂, 說不歡迎他 他就發狂, 不知道跑到哪裡 現在還沒找到他 老總是談什麼? 談這麼久了 軟璋他跟美國那邊的醫學專家 在談交流的事 因為是長途電話, 所以… 你盡快去找泰叔, 我媽就趕你 好, 坐牌 什麼事這麼緊張? 泰叔拍攝期間情緒失控, 現在失蹤了 Sunny之前跟他報告過 但你一意孤行繼續要拍下去 如果泰叔出事, 你也挺大波 你想定辦法解決 中途宿舍, 備護工場 你那些茶餐廳我都去過 但是泰叔不在 他一直都很積極和樂觀 我怕他一時之間 接受不了街坊的指指點點 不會做傻事 這件事只有一個觸發點 歸根究底 都是因為當年的砍人漢 你再冷靜點想一下 泰叔有什麼罪犯不下? 泰叔他罪犯不下的 泰叔, 我想起了 泰叔在訪問那裡提過 他想去拜死者 富人做什麼? 我都理補不了當年的罪願 我現在還回一條命給你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現在一直把他的 再在那裡 把乳房介紹 那時候 我先走了 好 我在那裡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能很內疚 大叔, 當年的事是悲劇路線 你也是受害者 社會大眾對你有誤解 但你不是孤獨 這場仗有我們陪你打 路仍然很長 但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會有奇蹟的 你肯承擔面前做過的事 已經走出了一大步 千萬別放棄 你一定可以改變大家的看法 社會…社會肯接受我嗎? 你要說, 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要有信念 不可以半途而廢, 不可以前功進廢 大叔, 我和高醫生會幫你的 你一定可以重新融入社會 大叔 其實這次的事可以一早避免 你放心 我們一定會替你討回公道 我們一定會替你討回公道 大叔好機就行了 記住找社工陪他 關懷和愛心兩件夾擊 你明白了 阿威, 看見我的臉都青了 好了, 不說了, 再見 八點多了, 還不下班? 寫這份報告 好, 不妨礙你 我在寫這份報告 警方不會下案交給 但病也不會痊癒 他總定期接受心理輔導 Rainbow想帶他回美國 所以結心, 明天就會循環 兩隻看馬體受損 會處理營能性失益 但記憶還會儲存在龍烈業和皮質區 那就是說可能有一天 潔心的記憶會重新整合 就像電腦報告一樣 你說過的 病人需要的是愛心和關懷 高男人,你不是一個這麼冷酷無情的人 其實這一步除了為潔心 也是為了你自己 好,好,好,好 好,好,好 不好意思,下場再跳一會吧 好吧,我下場會暴斃 我又通過波仔,不就一樣下場 打死就罷走 兄弟,是不是有信仰的人 對死也特別豁達? 怎樣?我有一個在澳門的教友 他二十歲的時候,心臟很脆弱 他家人很擔心他過不了二十歲生日 但是他當自己是正常人 四周去做義工,過了三年 現在還生養養 敏儀當差的時候 我又提心吊擔,怕他會出事 但是結果他不是走了嗎? 二人的靈魂在天子手裡 痛苦不能傷害他們 在如人看來,他們算是死了 因為他們去世是受了懲罰 其實他們是處於安寧中 充滿永生的希望 死亡不是終結 而是生命的轉變 應該有個階段的開始 不愧是高醫生 一點就明白 爸爸,明白的,謝謝爸爸 你以為當我百年歸老那天 你又沒辦法給我拿一張快證 找阿敏儀了 你有辦法的 我看那個高醫生不會來了 大哥 什麼環境? 電話又不接,留言又不回覆 傑心,一定說見到高立人生走 過於怎樣勸都不管 多情自顧胸如痕 只恨綿綿無絕棄 我見到他眼淚淚,我也很不忍心 我知道如果見不到高立人 他就會帶著心結回美國 等於回去就會日想夜想 想不通就會抑鬱症 失憶加抑鬱,慘越人還 最糟糕,我又生了個帥子 彭牙這麼標誌性 不然我一定會找高立人去見阿傑心 行了,高醫生和我都是中坑 而且樣貌差不多 差不多? 是呀,讓我來 奇哥 可以接受,滄海滄賢 說不定幾年之後高醫生 變成地中海又老又籌皮 都不期待,讓奇哥去說 這件事不要跟別人說 他不是走? 他不來 他會來的,你自己走吧 我不走,我要等他,他一定會來的 是,糖水泡 那本大的行人會一樣不大 但是我的電話號碼多了一個號碼 在你面前的一位就是… 他就是高立人醫生 你是高立人? 是,我是高立人 不過你的頭髮少了一點 但是我又不喜歡白先用 你的病情我很了解 我不來看你,不等於不在乎你 我是…我是不想令你失望 你還在二十年前的潔心 白先用說過 當一個男人 徹底懂得一個女人的時候 就不愛他了 杰森 你的忘記未尚不是一件好事 人生的終結總是一個悲劇 你弄錯了,那些是張愛玲說的 不是白先用說的 你根本就不是高立人 我是高立人,你女兒也見過我了 算了…別再假裝了 媽媽怎麼會不認得高立人是怎樣的 對不起,傑心 算了…你們只是想幫我而已 我知道的 傑心 你終於肯來見過了嗎? 辛苦了,奇哥 我想跟傑心說兩句 好… 來吧,阿幸有很多話要跟你說 不知我是人壞,為何是我不幸運 一直以來都沒有一段感情可以有結果 敏兒死了,很辛苦才能哑過去 我曾經想過是信主的 但可惜我人太理智,太相信科學 我始終都是忠於自己的意願 去做一個精神科醫生 傑心 傑心 這二十七年我就是這麼過的 就是過了二十七年了 是真的,我們大家都老了 那我這二十七年做了什麼都知道的 話說回來,你那晚是不是真的去了 啤酒大賽 如果你那晚來了,不知道我們兩個變成怎樣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大家一起回去八六年一月七日的港大 結婚 結婚,恩,找到我這麼急,什麼事? 爹、媽媽明天要我去美國,那怎麼辦? 好嗎? 潔心, 我上次的求婚還有沒有逛我? 別被人擺佈, 我們私奔結婚 讓我照顧你 大乞人 接著我們就結婚 公主和王子終於在一起 但我故事還沒完 接著你就有了寶寶, 你以為有亭學 寶寶出生了, 你為了我 索性就不再讀大學 你做工, 我讀書 你每天重複都是照顧兒子 上班, 買菜, 煮飯 我沒有話再跟你說 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來的 不玩的 我們會吵架, 迷失 你也會無所釋從 我們經常要付出代價 那麼開心和不開心 那起碼是一種經歷 我現在就什麼都沒有了 一片空白而已 那會不會空白呢? 你看看後面 你女兒身上有你的DNA 她好像你, 很聰明、很有教養 而Rainbow也很疼你這個媽媽 在她身上也可以看得出 你教得她很好 她在一個很幸福的家庭上長大 月薪, 你這二十七年都沒有白過 你這麼笨, 我幫你拿吧 媽媽 我平時怎麼叫你? 你平時叫我Rainbow還是雙妹 Rainbow 這段時間辛苦你了 但是我還覺得自己才十九歲 如果我做媽媽做得不好 你會怪我嗎? 不要緊… 我可以帶你做姐姐 其實還好 以後出夜街不怕被人罵 好呀, 我還想讀新的課程 你說過你想讀藝術 我們一起讀 好呀 高醫生, 謝謝你 怎麼樣?不生我了嗎? 不生了 我現在明白為何媽媽會這麼喜歡你 我也有點喜歡你了 怎麼正常的 不過你放心, 我不會跟別人爭的 把敏儀放在心裡, 然後動動 你身邊還有人在等你 好呀, 走呀, 走呀, 見面了 先想想吧, 拜拜, 大向人 剛才Rainbow看著我說什麼? 她說你身材很棒 不是吧?說什麼? 不想霸妝 謝謝, 有沒有人?收速帝 謝謝 速帝 隨便想吃空下暫時過程 拿策如力站起身上上 仍可呼吸有份月將往生 當一片岸退後超幼壯 金霧能病原能無人 汗也許有著世界能滿著風向